道道啊 这个郭文贵这个人的故事啊 真是没得完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 有一句说一句啊 作为一个操老爷们 我觉得郭文贵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人物 无论是他造谣传谣 爆尿是吧 还是他现在人进去了 哎呦 引起的渲染大波 都是一人物 你别忘了啊 郭文贵除了手上有几个钱 其他的都跟我们差不多的啊 我们是韭菜 他是一个比较壮实的韭菜而已 他怎么就这么有影响力呢 因为我搞得我羡慕嫉妒恨 我呢以前的确没有过多的关注郭文贵啊 我是纯粹从一个理中克的角度 这两天连续说郭文贵 大家还挺关心 那就我继续说呗 我看了一下 贱民兄啊 吴贱民兄 关于郭文贵的一些个愤怒的这些个言论啊 我是非常理解这帮人 为什么拼命的要踩郭文贵的啊 拼命要骂郭文贵的 郭文贵的有些人呢 就是所谓的郭马一样 实在是不像话 我至今搞不清楚啊 你们有人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给我写个邮件 为什么郭文贵的那些个粉丝 要跑到吴建民的私人的住宅的门口 在那里去闹腾呢 什么意思呢 吴建民做过什么事情呢 搞得吴建民还在过去的视频里面秀枪 是吧 自己有手枪有子弹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踏进我的领地一步 我立马一枪就尿倒你 都到这程度了 我是搞不清楚 哎呦 这这这美国的华人兄弟姐妹妹 实在一个个太神猛了啊 在这个问题上 我又觉得这个 吴建民说的有道理啊 是不是 哎呀 所以呢 就印证了我的一句话 我那人出来的以后呢 我是不跟任何这个什么呢 就是从简体中文世界出来的人啊 有亲密的接触的 所谓亲密的接触呢 不是说网上不说话啊 是说面对面的说话见面 除非我特别特别的信任你 特别特别了解你啊 过去都是好多年的老朋友 那我会见个面吃个饭什么的 就是凡是过去不认识的 或者不怎么认识的 我是绝对不会见面的 没有必要相见不如怀念 你觉得我的书写的好 哎 你就买我的书看就好了 是不是 你如果有兴趣给我写个邮件 我会认真的给你回邮件 见面吃饭鸟条啊 是不是妈共产党啊 真没必要 所以我也不不欣赏那些在日本的大阪呢 或者在纽约啊 或者在什么什么地方啊 凑几个华人在那里扯个旗子 妈妈共产党 妈妈郭文贵他有意思吗 他没意思是吧 中国的这个低端名利场啊 在哪儿都是低端名利场 我真是我看郭文贵的这个 这些个事情呢 真的是特别低端 你看那些我今天看到有几个材料啊 我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人群不尽呢 第一个说法是郭文贵啊 他这种楼不是起火的吗 十八楼烧的是面目全非 火是怎么起来的呢 没得个说法 美国这么大一个法治国家 美国的科学的技术 这么的高级 这么的发达 难道你就查不出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吗 现在有一说法 是郭文贵在他的秘密仓库里面 然后呢 装了个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呢 可以远程的通过卫星 可以点火 把自己的秘密文件给烧了 你说这个郭文贵的那个房子 他也不是他自个儿建的 也是要么就买的 要么就是租的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建好了以后呢 他就能让你最多去装修一下 你整体的那个 他是个公寓 你不可能自己搞出一套新东西了 是不是 他怎么就能搞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呢 你自己说郭文贵在监狱里面 手上还有遥控器 有人说那不对啊 你的想象力不够啊 人是他的手下呀 那郭文贵 你这么不放心 自己的秘密的东西被人发现 他会相信他身边的手下吗 那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别人身上呢 一定是他自个儿身上吧 或者他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亲人身上 是不是 总归就是这些个事扯的特别玄乎 说遥控放火烧毁自己的秘密文件 那我们都知道郭文贵他是有国际身份的人啊 他是中东什么阿联酋的公民 他为什么不把这些秘密的东西放在自己 比较信的物的地方放美国干嘛呢 他在美国连绿卡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黑在那儿的这么一个人吧 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什么身份 总归他没有绿卡的 他也不是美国的公民 也不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 我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一定要呆在美国 我觉得怪怪的 可能美国有容易忽悠 是吧 就像我这个人为什么不去美国呢 很多人问我 算是你你的条件去美国没问题 我是没问题啊 是不是 我有美国的EB1的那个签证呢 通过了呢 很容易去的好不好 那为什么要去美国呢 美国的人多吗 好混圈子吗 恰好我就不愿意混圈子 我现在我到这个年纪啊 我的生命中除了我老婆我谁都不想见 我真的不骗你 包括过去的老朋友 实在是没办法了啊 你比如说你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你告诉我你到了 而且我跟你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那不见你那不像话呀 是不是 那得请你吃个饭呢 进地主之夜啊 是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人 就别见了啊 所以很多人啊 苏老师我想见你啊 包括台湾的很多朋友 都是这么给我写邮件的啊 苏老师我特别想跟你见一面 当面当面讨论一下人生 当面讨论一下中国像何主席 西包子什么时候死 没兴趣 真的没兴趣 我又不认识你见什么面呢 是不是相见不如怀念啊 看看我的视频 买买我的书好吧 视频下方有连接 所以这个顾问会啊 我觉得他惹这么大的事情呢 所有人现在都扑过来踩他 过去的那么多人呢 都扑过去这个什么 是夸他 真的很多人夸他 夸他特别猛 还有这个刚刚去世的 中共的最大的政治的敌人 包同当年赵紫阳秘书 那可是见过世面的人 那可是真正中南海里面的人 也夸郭文贵啊 郭文贵夸他是英雄 所以你想想吧 老郭这个人真是有几把刷子 有本事 我是不大相信这句话的啊 你们听着你们觉得可能吗 放火 遥控放火烧毁自己的秘密文件 那些个所谓的这个FBI的那些个人 都是吃素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郭文贵能搞定 你们搞不定了 那么多科学家 那么多技术人员 我觉得背后一定有巨大的 不可以告人的事情 你要没有这个传说 我觉得还可以真的 你怎么怎么说 我觉得都有道 你为什么要搞这种乖乖的谣言呢 我这种造谣传谣党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造谣传谣 真的我只是造与细胞子有关的谣言 我传细胞子有关的谣言 我从来不会造另外一个人 没有意义 我说过无数字啊 人呐最败坏的品质 就是妒忌 因为你有很多人说郭文贵你完了 郭文贵你要做195年的监狱 我就想他做195年的监狱 因为你有什么好处呢 有吗 有一分钱的好处吗 他没有 你把他别人的一无是处 你能得到什么呢 你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人呐不要有妒忌心 不要红眼病 因为你把人家妒忌的不要不要的 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他没有毛无关系 你还不是有这点功夫 像我一样做个视频 赚个几美金赚回来再说 买一桶咖啡喝一喝 是不是 喝口水 是吧 珍珠奶茶 没有必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据说这个范冰冰 最近又又又又又爆出路子 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的 说范冰冰这个人哪 扭情扭义的 要犯言嘛 说最近居然在王岐山的面前 替郭文贵求情 一开始说什么 说郭文贵这个事情 他们都知道 郭文贵的进去 肯定是中共在背后 在国际布局在使妖卧子 绝对的 是不是 你说这个郭文贵在美国 诈骗 每一个人给他 给他钱 那都是有合理合法的文件的 我再说一遍 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集资 属于私墨 他没有任何问题 郭文贵也好 郭文贵的那个律师也好 郭文贵的身边的团队也好 他没傻的说我一定要骗你的钱 哪有这么傻的人呢 我都没这么傻 一定是土工在搞什么别的事情 这绝对背后有很复杂的东西 千万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真的一定是在搞什么事情 我做了一期节目的啊 就是奔着班农去的 奔着班农去呢 也是奔着川普去的 一定是有路子的 也许我这个推测也没有那么的健全啊 但是有点意思的 所以你看这个纽约时报啊 今天写的篇文章 通篇都提郭文贵和班农的关系 是不是 你说这个郭文贵诈骗跟班农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提他呢 那纽约时报每一个标准方法都是假的 我跟你说比人民日报还难看呢 你以为呢 说这个范冰冰是个很懂事的人 他知道这背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背后有个巨大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在王岐山齐三兄的面前求情 说算了 放过郭文贵也算了 本来这个事大家都已经忘了 你这会儿一炒作又说起来了 何必呢 是不是我还年轻我还能混 就算了 说郭文贵跟范冰认识 对啊 范冰冰对郭文贵 郭文贵对范冰冰还挺好 是不是 也没说上下一手 是不是 也没说占人家便宜啊 范冰冰这么漂亮 十个男人都想跟他有一腿啊 人家郭文贵没有 没有做这些个事情 是吧 所以你发现很奇怪啊 我对郭文贵有再说一遍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现象如果出现以后 我都会打网号 比如说当年毛泽东 是吧 毛泽东万岁万岁 全全中国人民都恨他 然后毛泽东一死 然后就是呢 把毛泽东就开始贬得一无是处 是不是 完了以后把人家老婆抓起来 这都不对的 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放心 习近平也是这样 你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是领袖 是家长 你有一天你放心 习近平倒塌 他一对一人又上去扑他咬他 凡是之前拱到天使上去之后 踩到尘埃里的这种行为 这都是低端名利上的最缺德的行为 没什么好说的 还不如像我一样平常心 你发达的时候 我距离远远大 我看着你 希望你幸福 是不是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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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你你你你诺难了 你遇到麻烦了 你如果觉得我这个人有点用你来找我 我说不定还帮你一下 没有必要 是不是 真没有必要 因为我这时候踩他 你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倒是觉得这个 郭文贵的那些粉丝 现在我真的是有点 我有点欣赏的啊 真的有点欣赏 就是什么的 郭文贵现在诺难了 哎他们居然联合起来 跑到这个法 美国的法庭门口 去围堵去到去去去去呼喊 要求释放郭文贵 郭文贵无罪 哎这种人有情有意 挺好的 我虽然非常反感你们之前 你为什么要堵人家 吴建民老师的门呢 什么意思呢 吴建民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有什么罪 你可以去起诉他 如果没有 你破坏人家的生活干嘛 你不缺德吗 不要脸吗 是不是 但是现在我反过来 我觉得这些人还行 是不是 还去郭文贵 去法庭 去提郭文贵 去呼喊 去喊一嘴 了不起啊 用郭文贵 这就是个诺难者嘛 他也没有公权力 他也不是总统 他也不是习近平 是不是 你这时候去支持他 反而需要一点点勇气的 就像这个法轮功 法轮功之前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法轮功 后来我看到法轮功诺难了 很多个法轮功的学员 天天跟在李洪志后面跑 把李洪志推到天上去 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啊 他至少在某一件事情上 他的信念是稳定的 他没有因为李洪志 诺难了 没有因为你法轮功诺难了 然后我就赶紧撂挑子 人在别人诺难的时候 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告密 是不是 是出卖 是为自己寻找安全感 这些人都没有 你不觉得值得有点小意思吗 甚至值得我们敬佩吗 总而言之 郭文贵的事情没完 我觉得呀 这是一个观察 华人的人性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尤其是观察 海外华人的人性的 幽暗局面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就天天就看 看热闹 我也不过多的发表 我的这个什么脏笔之意 我就看大家是怎么落腾的 挺有意思的 低端名利场 只要有华人在那地方 低端名利场 就活涩声响有趣 谢谢